嗨 大家早安 我是恩爸 今天呢 是恩媽在月子中心 剛好待滿一個禮拜的日子 我們今天就是要幫恩媽 把東西都幫回家 那我們現在來叫她吧 我們來看恩媽在做什麼 這個孕婦 沒有 不能講孕婦 妳已經慘亂了 我們的恩媽很開心的在追劇 喝著養生茶 我有收東西 我收好了一包 妳知道已經要退房了嗎 我們剩下十分鐘要退房了 怎麼看起來那麼悠閒 我幫我的保養品收好了 怎麼辦 現在交給妳了 那寶寶呢 在籠上 我們今天是先出院 然後寶寶先寄放在這邊一點 我們呢 會先回家 把家裡打掃乾淨 整理好 兩個哥哥在家裡玩玩具啊 把東西亂丟弄的亂七八糟 對啊 等一下 娟娟回家 我還沒煮一熱炒 我換好衣服了 這就是恩媽出院要穿的衣服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整理完的東西 這就是我們整理完的恩媽的行李 總共有這一些 然後我自己還帶了一個這個 快煮湖 我覺得這個還蠻方便的 雖然醫院也有月子茶可以喝啦 但我自己還是有煮自己喜歡喝的 然後怕還在雷碗泡麵 結果呢都沒有吃到 等一下出院中呢 我們還要去育嬰室一下 給護理師明天呢 要帶菅菅出院的時候要穿的衣服 我們的弟弟呢 就決定名字了 叫菅菅 所以以後呢就是恩恩 安安菅菅 三個小男生 好 我們現在就是把恩媽帶回家 走吧 對 走吧 我們要回家了 其實東西沒有很多啦 現在要去送外出服 唉唷 要呼賴 你知道我出院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儀式 就是量體重 70.8 掉了3公斤 來月中一個禮拜瘦了3公斤 不是來月中的禮拜瘦了3公斤 那不是來月中的禮拜 那是因為你升完牌出水的 好啦 歡迎回家 我本來想說家裡會很軟 但我看一看我覺得還好啦 家裡就還好 我都有收啦 所以他們沒有弄個滿地玩具嗎 我每天早上都會收啊 爸 你好棒喔 好啦 好 你趕快東西整理下去休息 接著呢 我們就來煮安安以前用過的嬰兒寵吧 我們要回醫院了 然後來揭曉 有些君君 對啊 君君啊 回家了 回家了 回家看哥哥 對啊 哥哥在家裡等你耶 這是弟弟的廠長 蝦穴裡面 對 好快回來了 他就這樣乖乖的吸著他的奶嘴 我們的弟弟回來就乖乖繼續睡覺了 弟弟我愛你唷 弟弟齁 你看弟弟在睡覺 好小隻齁 腿太輕輕的幫他搖搖 爸爸我愛弟弟的 真的喔 恩恩 喜歡弟弟嗎 爸爸他眼睛好大 他在看你耶 對啊 我是你哥哥喔 好可愛 他動耶 他當然會動啊 他是你弟弟 弟弟 那最好吃嗎 我要 你想吃嗎 媽媽 怎麼了 我要跟他玩 他怎麼跟你玩 這個可以 你那隻娃娃拿好 不要開到弟弟 可以喔 然後丟臉就打到他 可以喔 然後丟臉就打到他 你們兩個好吵喔 你們兩個好吵喔 你們兩個想要放歌給他的節目 人家想睡覺你們可以不要這樣嗎 他搬家很辛苦 你們可以不要那麼吵 我們兩位哥哥都非常的好奇 你又做什麼了 拿了一盒玩具過來 我也要打開老闆 哇 你自己跟哥哥想辦法 我也要打開老闆 現在哥哥呢 很開心的去找弟弟玩 可愛的二哥呢 拿了一箱玩具出來 媽媽 我也要打開老闆 兩個都 等一下我們先講一件事情 如果有人把它吵醒 那請問你要顧嗎 好 我們的恩恩很開心 在 弟弟的面前一直扭來扭去的 弟弟啊 哪裡啊 什麼哪裡啊 我們看到呀 看到什麼 我們看到扭哪裡 你看啊 後面有個人在那邊扭來扭去啊 哥哥 完全不要放裡面好乖 這樣 我們的哥哥很嗨 然後 二哥很忙 弟弟 我是你哥哥 你快看我 我是你哥哥 你快看我 我是你哥哥 你快看我 我才是哥哥 怎麼啦 你是二哥 我是哥哥 你是二哥 我是哥哥 你可以說你是安安哥哥 媽媽 你怎麼吃什麼 你怎麼吃才會講錯啊 應該明年吧 他打開眼睛了耶 看你覺得你們兩個好吵 你看我 我可以看我 我可以看我 睡會兒 我可以看我 還好休息一下 你覺得你手很會哭 他嚇了 不知道我要說什麼 他哭了 我覺得你們不要弄他好了 哈囉 哈囉 弟弟 你會說話了嗎 他嚇了 對,他在笑喔,他在看哥哥嗎? 還要嗝了,他不是要笑 還要嗝了啦 快點,紅弟弟 唱歌給他聽 我也覺得 你要泡奶嗎 只有十七歲 他在講話 他在哭啦 他不在講話,他在哭 可是我們跟他的臉在壓 不要哭,不要哭 他好像還想要睡覺 因為當搬完家回來 然後現在吃著嘴嘴 大家覺得長得比較像恩恩呢 還是安安 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恩媽分享喔 是覺得他好像跟安安長得比較像 好可愛喔 他吸嘴嘴吸吸又要睡著了 你喜歡你的哥哥嗎? 我們兩個哥哥呢 很熱情的歡迎他 其實安安也是很認真 剛剛也是在這邊陪君君 然後又放故事給他聽 然後 又只想要拿玩具給他玩 但是恩爸爸怕說這些行為 可能會讓小寶寶容易被嚇到 所以剛剛先帶他們兩個出去了 然後讓恩媽呢 稍微陪君君一下 適應一下家裡的環境 現在家裡呢 就是恩媽跟君君啊 恩媽敷了十個月 終於把可愛的寶寶敷出來了 真的很開心 我覺得小朋友呢 就是 生出來之後 媽媽看到小孩這麼可愛 其實就忘記生產啊 懷孕那些過程的一切痛了 所以我覺得蠻開心的 雖然 就是懷孕過程 尤其是後期 真的當媽媽的都會 比較辛苦 對 像恩媽懷孕後期啊 尤其是晚上 肚子的公縮痛 還有半夜抽筋啊 甚至 懷孕初期呢 會有 孕吐什麼的 雖然是比較辛苦沒有錯 可是對於看到小孩之後呢 其實這些痛苦呢 就煙消雲戰了 就非常的開心 恩恩家的新成員 君君超雪 就回到家裡啦 我覺得好開心喔 之後呢 就是一家五口 耶 相信呢 有三個男生在家裡 我們家呢 會越來越熱鬧 那恩恩也很開心 恩恩今天還問恩媽說 媽媽 你還要再生地自拍嗎 我覺得應該是不會了 對 因為恩媽呢 也有年紀了 看著小孩這樣子 從肚子裡慢慢的 就是肚子越來越大 然後再把它 敷出來 我覺得這一切呢 都覺得非常的感動 也很開心 可以 紀錄成影片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大家對於恩媽 懷孕生產 還是照顧小孩 有任何想要了解的呢 也歡迎你們在下方留言給我 那我就會去回覆大家的留言 也謝謝大家呢 對我們的祝福 你們的留言恩媽都有看到 那因為留言數比較多 所以可能沒有辦法 回覆到每一個人 對 但是你們的祝福 我都有收到 非常的開心跟感動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裡啦 我們每週五 每週六的晚上八點更新影片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大家掰掰 睡得好熟 掰掰 我們下午四 Eine Vine сильно 很多 在 Unsure 日子